最近消息 疾管署在傍晚的時候公布 國內第二例的喉豆境外移入確定病例 是一位北部的三十多歲 本國籍男性 但是在七月初 在美國出差的時候 出現了喉豆相關症狀 十號回臺入境的時候 就醫採檢 在今天確診 目前是在醫院隔離治療當中 機關署表示 這名個案在美國出差的時候 出現了發燒 還有屬西 淋巴結 腫脹等情況 曾經有就醫服用抗生素 但後來沒有改善 而且還出現了皮膚紅疹 以及腹瀉等症狀 但七月十號回國的入境的時候 是由機場的檢疫人員 後送就醫 在今天確認是陽性